当时那种情况是这样 当时那个 他这个审讯已经非常高 就牢补已经非常高 非常高而且带龙带脚 我的手臂根本过不去 后来他们今天会把我的手臂 我掰过去那审讯之后 掰过去之后用手铐紧紧的铐住 然后不断的拧手铐 实际上我的手臂根本过不去 这样来造成了脚而善气 就把腹脖拉脱了 后来后来上帝神经损伤 到现在这个手臂用手啊 然后就是我说用刑这块 应该是14年的11月1号 造成了阻害身体的伤害 到现在那个当时认生不如死 那种感觉现在回血有时候经常做起 冒来做起当时运行的那种 身体现在有现代一种伤害 现在右手都没办法写字了 右手现在经常 当律师的人等于是没办法写字 没办法用电脑 对电脑倒是能用 没有手这样可以打 但是写出具体的那个 就非常精细的 这四年多 很多方面的能力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话 说话的 因为律师是靠门 给表达自己 当时很多方面说话都 经过这一年多 现在才说话才好 我真的是很大的伤害 职业伤害 因为你是在一个这四年多 你是在一个每天面对的 基本面对的同样的 面对的同样的 连阳光都很难看到 放风的时候才看得到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阳光 对 如果放风 在看上去的时候 还是天天能 还有时候能放风 在监狱的时候根本不放风 我看的时候放风还看得到飞机 因为刚好在广州白云机场的航线上面 我每天就期盼着看飞机 在监狱的时候很少放风 后来争取上的放风一些权利 还是我妻子大概都不断地呼吁 才有些放风的权利 就不让说你挣不掉机风 挣不掉奖金 挣不掉这些东西 你就买不了东西 要吃了 家人 他不让家人存钱吗 让存钱 家国的账量的钱很多 但是他最多一个月 最多能买到的钱 比例上每月平均每月一百万 这一百万元 你收几百生活费 不是那个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 剩下的钱 剩下的钱 也就几十块钱差不多 你才能买一些食品 所以基本上 在很长时间 在监狱这么吃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十一月份 我也快出来 差不多 一月份 我就在吃饱 绝食 哦还绝食 就绝食了一天 绝食之后 这样之后 我才能吃饱汗 反正这里头 最难受的 还不是在监狱 最难受的是 并居住 并居住 我也是 很多当事人出来分享 这个经验 都认为最痛苦的一段时间 就是指定场所监视居住 有一段时间 像我的话 是三个人盯着我 每天三班 总共九个人盯着我 一个国安人员 两个应该是特警的 比较年轻的盯着我 不让我跟他们说话 我不准 不准跟任何人说话 不准看报纸 不准看电视 每天 我是被带到一个旅馆的小房间 每天都四面墙 没有人跟我说话 我每天都期待 那两个审我的国安 应该说我三个 有一个是文书 那个国安可以每天来审讯我 我还做这个期待 后来发现这种话 不能说太多的 你说话 说越多 笔录做得越多 就越容易被他们套出罪名来 对 但是因为在这个状态之下 你没办法 你精神没有一个 你精神没有一个 等于说一个人 我们生活没有一个方向 每天就期待有人跟你说话 所以他故意就营造出这种 这种一个环境 让当事人 我们应该就是受害者 能够掉入他的陷阱 说的是 当时审讯我的时候也 我主要是因言获罪 我所有的言论 他们都要求我自己 承认我自己的言论 是为了 我和中国共产党 煽动电弧国家政权 自己承认 自己认为是 他必须让你自己承认 叫做自证准罪 我学是法律的 法律的时候是 人不能自证准罪 就叫公诉方 证明你有所 他们只证明有所 不是自己证明自由 实际上在审讯我们这些 承认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 之后 打过来吧 不是他们 就说 那个拿出 他们所拿出证据 都是因为自己证明自己有所 这是他们拿出证据 意思是自证准罪 只要他指控你 他说承认你有罪 比你自己多的 你有罪 自己证明你自己 是那个 承认电话 你说这玩意说 这玩意说自己是自己 所以这种是完全颠覆了 法律的原则 法律的精神 是非自证准罪 受伏手 是非自证准罪 发生的 证明